用逻辑 用在回圈里面 讨一个逻辑判断 把最高的那个成绩 把它留下来 也就是跟什么比 跟那个 b max 反正一直比 比到最后 反正最高的留下来 最低分的刚好颠倒 有没有 你就把 本来大于改变小了 不就是留下最低的吗 你这种写法真的 应该是算逻辑最简单的 而且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 这样用 可是 它的缺点就是 如果你的 栏位资料多的时候 那不得了 如果像现在才四个栏位 如果你现在成绩的话 搞十个栏位 甚至二十个栏位 你写一大堆一样的东西 感觉这样的城市 看起来就觉得很 就觉得好像能不能再 精简一点点 所以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其实是可以再更精简 不过你可能会需要知道 Python里面的那个 有两个功能 一个叫max 最大的 帮我留下 第二个叫index index 就是说帮我找一下 最大的那个位置在哪里 OK 如果你知道这两个讯息应该就足够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做 首先的话我把刚刚的这个程式 里面的重复部分拿掉 这个不要 deleted 感觉又轻爽一点 感觉又轻爽一点 这个也不要 deleted 也就是说把它恢复成pand 就是ABC 总共会有 总共四个栏位 pand这五个栏位 但是呢 这个也不用 最大最小这个不用 好 更清爽 有没有 刚刚那些都不用 但是呢 你需要做几件事情 这个东西怎么办 这个东西怎么办 很简单 记得 其实因为python里面刚好有一个 叫max的function 这个function 你就跟他讲说 哪一个最大 那你就跟他讲 你就直接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一个list 就好 比如说我请你告诉我说 在b栏里面哪一个最大 b指的是谁 b指的就是这个 指的就是我的国文成绩 c指的是英文成绩 d指的是数学成绩 那意思就是说呢 国文成绩哪一个最大 这样就好 做好了 ok 所以刚刚做一些 一大堆 真的一个地方 就搞定了 但是 第二个 是谁 是谁的话 是谁的话 那姓名在A栏 所以一定是A 哪一个位置 不知道 那你必须要填上去哪个位置 那你不会 不可能乱猜吧 给他一个2 不行 给他一个3 不行 你到底是谁 所以怎么办呢 有什么线索 有 就是他 他最高分 所以呢 请你帮我在b里面找 最高分那个的位置 并且回传给我 那我就知道 他 姓名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刚刚那个叙述 你必须把它打成 一段 简端的程式 哪个位置 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 叙述这样 你去找 所以去哪边找 去b欄里面找 找的话呢 用index index 刮胡 ok 因为在那个 function里面 在那个list里面 有一个function 叫index 前面有讲过 然后呢 他会去找 找什么呢 找这个最高分的位置 并且帮我回传 ok 他就会找到了 找到并且帮我把那个位置 放在a里面 这样就找到是谁 你们看得懂意思吧 如果写这样子的话 前面那些都不用 那如果你会这一招的话 前面那一招你可能就不想会用 为什么 因为程式真的简单太多了吧 ok 底下的部分怎么写 一样嘛 你就把这边改一下 那个max 谁 就是这个应该 国文英文嘛 英文的成绩 那是谁 是谁的话 一样嘛 请你帮我在名字里面找一下 去用c欄里面帮我找一下 index 去帮我找 英文最高分的那个人的位置 英文最高分的那个位置在哪里 并且帮我找到对应的那个人的名字 带过来这里 应该可以懂这意思吧 如果可以的话 以后就真的 我想你会这一招 你就不会刚刚那一招 或者简单太多 程式至少少了很多行 但是你弄起来结果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 只是说 看起来自己觉得清爽 ok 当然 这个也没有说别的诀窍 如果你实在这个写不出来 你写刚刚那个也可以 只是说 这个方法感觉起来 会自己也会觉得舒服许多 这个就D 然后这边的话一样 就是记得 A的哪个位置不知道 请你透过D里面的index 去帮我找一下 找什么呢 找它的最高分的位置 带过来 那我的名字就刚好跟它是同样一个位置 同一列的位置就带过来 好 写完了 写完之后的话我们来run一下 看一下我会不ok 理论上应该是 对对对 ok 对没错 这样 有时候这样打下来 诶 容易打错 ok 果然女生比较细心 所以其实女生在你来写程式的话 有时候反而更适合 只是我发现 在台湾真的写 写程式的女生好像相对比较少 因为我以前教过的学生里面 大部分还是都男生为主 不是说女生不适合 我是觉得女生可能在细心程度上面 比较ok 好那这样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看不ok 理论上应该就没有错了 没有错run出来的结果 应该就可以找到 到底最高分是谁 因为我刚刚讲过了 如果全部都是刘小华 你不要觉得奇怪 因为真的是刘小华 除非说 当然你如果觉得说刘小华 不是很ok的话 其实倒不如你刚才讲 直接把这个档案里面 刘小华的成绩把它改过 不要这个是刘小华 因为我刚刚讲过 UTU8会乱嘛 我们直接可以 如果你这样改不ok的话 我建议你直接按右键 你直接用记事本来开 并且来改 比如说刘小华给他改低分一点 不要说是他 这个都把它改一下 不然他每个都最高分 改完之后把它save一下 然后再跑一下看看 这样就不会是刘小华 对换门座了 就变成丁小华 张永华 张永华 ok 好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第二个方法就是 你如果不用逻辑判断 那你内部如果有一些方华 你可以用你就直接拿 但是前提是刚好有这个方华 而且你刚好也知道 每一种语言不见得都有 有的语言有这个方华 有的语言没有这个方华 如果没有这个方华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自己写出那个方华 也是ok 你定义一个方华 你丢给他 他retend的结果给你也可以 只是说 反正我讲过了 写程式就是 你自己觉得写的习惯为前提 第二个是说 我的习惯是 写完之后看看有没有办法 让程式更精简 如果可以的话 那就尽量的把程式再稍微更精简 看起来也会比较赏心悦目一点 不过执行起来的结果应该是没有差别 反正都弄得出来 ok 所以最后的结论 就是如果你写的精简 最终的目的也是自己看的赏心悦目而已 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反正你就先写完再说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这个刚刚讲的部分 试着利用那个max跟index 这两个function 去找到那个最高分跟最高分的位置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不需要那么多的逻辑判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